大家好 欢迎来到投资生活日记频道 今天是2021年5月31日 今天是美国的国商日 是一个联邦假日 所以今天很多人都放假 我们在曼哈顿的二大道 和这个Saint Marks 这条街的交叉路口 这条街是很有名的 就是说很多日本商家 在这条街 我们可以到Saint Marks 我们往前看一下Saint Marks 今天很多纽约客都已经不戴口罩了 我们刚才在曼哈顿逛了一下 也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戴口罩 特别是在室外 这条街在纽约还是比较有名的 因为它有特色 各种各样的日本餐馆 各种各样的小商贩 我们往前看一下 这里还有给你按摩的 对面是一家日本餐馆 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 已经过了午餐的高峰时间了 这是一家日本人开的这个小卖部 各种各样的精品 我们看这边的户外 户外纠缠还是很受人欢迎的 今天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 整个经过了一年多的疫情之后 给人的感觉是整个纽约 包括曼哈顿都已经逐步的恢复了正常 随着大家的这个阳性 纽约市的阳性新冠病毒检测率 已经下降到0.7%之下 这个比今年年初的百分之十几是低了很多 我们这里有一些骑摩车的朋友在这里 他们好像有一个聚会 并且是 där 这个电动车三千块钱他买的 你怎么赔了 多少呢 你怎么赔了 我赔了三千块钱 电动车三千块钱他买的 他买的 已经费了三千块钱 他买了 我看这边很多这种电动的代步 这种新型的电动摩托滑板摩托样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家功夫茶 今天是这个周末天气最好的一天 礼拜六礼拜天纽约都在下雨 今天终于出了太阳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就在餐馆的楼上 也有居民正在阳台上面种花种草 看见大概有一年多大家都不能拥抱 不能握手 现在看到随着疫情的缓解 现在很久没见到朋友激动的一起拥抱 一起握手 我们也希望进入六月份之后呢 纽约的疫情进一步得到缓解 大家还没有打疫苗的朋友 请尽快的到各个药店 各个流动的接种疫苗接种车打疫苗 这样子的话才能保障 我们的新冠疫情持续下降 好了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订阅投资生活日记频道 谢谢